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知道这俩活宝是不是哪里得罪导演了 有洋笔的地方从来都不缺欢乐 有周深的地方也从来都不缺话题 而且周深宝藏男孩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 不仅歌唱的好 综艺感也是十分的强 平时就怼天怼地怼粉丝相爱相杀的 节目中又怎么可能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呢 这是不现实的 这不是嘛 不知道是导演组刻意的还是缘分之间的偶然 这俩人凑到了一起 至于朗朗和琪娜 这个组合太过于明显了 咱们也不好多聊 张雨剑和居进衣金铜玉米那也挺搭的 贾琳和范晨晨好像是他在刻意照顾 没办法了 只能够周深和杨迪了 男黄狗组合的确是让人有点意外 周深和杨迪穿着弹黄狗的衣服蹦跳出来 小编是没忍住 海尔兄弟在合体 不过这俩人的默契只能够说是时灵时不灵的 吃火锅的时候频频出错 但对口语的时候的默契 勉强打个八分吧 会不会是因为两个猴尖猴尖的人凑在一起 这个脑子就变迟钝了 不排除这个因素 大家都知道在很多节目中 杨迪都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存在 那就是简称人精 在他的眼里 几乎节目中就没有一个嘉宾是无辜的 因此也没有谁能够幸免的不被他怼 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吧 所以对杨迪的骂声也是不少的 最近他是消停了很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但是不得不说 杨迪这个看似口无遮拦 其实他并没有说过什么过分的东西 情商那不是一般的高 再来说说周深吧 一个很有能力的歌手 如今在娱乐圈也混得是风山水起的 赚得了很多的粉丝的喜爱 虽然人家只是一个歌手 但是耐不住人家综艺也是十分出色的 小个儿头大能量 在节目中也是段子手 中枪的人也不在少数啊 电视他给人的感觉并不会让人觉得反感 反而是比较幽默搞笑的 可能是因为周深这个人往那一站 那就是没有恶意的吧 就是这两个人凑在了一起 然后那节目呢 绝对不可能是中规中矩嘛 虽然《青春环游记》这个综艺节目 只有一个油字扣题 还不是那么明显 那也就只能靠着 这个几个幽默风趣的综艺大咖给撑着了 比如说贾玲啊杨迪啊 周深就是个例外 希望范晨晨能够越来越好 希望周深能够越走越远 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越走越好 另外昨天有网友爆出 周深在明日之子录制的现场视频 视频中的周深一袭白色上衣 穿着黑色长裤 显得格外的精神帅气 不过周深的天气呢 不是帅气而是可爱加搞笑 帅不过三秒 看着手上的歌词 突然就将手伸下了屁股 说实话我看到第一眼呢 我以为他在挠屁股呢 接着他又掏出了一支笔 不得不说啊 其实周深还是蛮有喜剧感的 不仅平时的行为搞笑 就连下意识的举动 都让人是响如飞飞的 如我有一天他不想唱歌了 像薛之谦一样 当个段子手也很不错嘛 然后他拿起了笔 在手上的歌词上面 涂涂改改 改着改着还鼓起了嘴 表示自己对歌词的不满意 周深真的是太可爱了吧 看到他鼓起嘴的那一刻 各位生女们 是否会有一种 想捏他脸的冲动呢 希望他粉丝冲破600万大关 能够把捏脸作为一个奖励 视频虽然不长 但是信息量十足啊 透露出了两点 周深会参加明日之子 周深会在节目当中唱歌 那么周深会以什么身份 参加明日之子的录制呢 导师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导师阵容 是额场早就先定好的 如果不是有太大的变故的话 那么就不会心天导师的 再说了 周深档期这么满 参加这么长时间的录制工作 也是不现实的 不管怎么样 能够听到周深再次认真唱歌 声里面就很满足了 不过问题来了 周深在节目上面会唱什么歌 又会和谁一起唱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便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